好 我们看到亚太金河会议即将要举行了 但现在传出 消息会单独会面的形式可能取消 这次消息会的联系安排 首度回归到行政机制来处理 也就是两岸政府部门第一次 针对高层领导会面进行沟通 所以今年APIC中的消息会 可能不会再进行最后一阶段的密谈 即使要谈 今年也倾向要求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必须要在场 目前今年APIC相关事宜 都由陆委会和国台办联系沟通 包括会面时间 地点议题 以及陪同会见的人员 目前都还没有定案